随着新生代奥特曼的不断活跃 作品其中的鸣梗层出不穷 上期视频 阿泽已解说了一部分 这一期继续来盘点其他梗 话不多说 我们这就开始 一 奥特恐高 附身型的奥特曼 往往都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间体 帮助自己在地球上活动 但也有类似大空大地这样负责科研的文官 从未上过飞机 于是诞生了第一集中的恐高名上面 虽然非常搞笑 但这反应不得不说 非常的真实 而且别看耳机在战斗时是个猛男 平日里他具有怕黑的弱点 你俩一个怕高一个怕黑 真是天神一对啊 二 杰盾杀手 杰盾杀手一般指的是欧布的疾风形态 该形态也可以称之为反杰盾形态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 一是因为疾风融合素材中的杰克与赛罗 本身都曾战舍过杰盾 二是因为疾风形态守秀面对的敌人 正好也是杰盾的衍生个体 杰盾杀手因此得名 当然这个梗不单单指形态 欧布本身就和杰盾有着不解之缘 开局就经历了与马加杰盾的护战 又在疾风守秀后 遇上了海怕杰盾死灵的留存体 还有好机友加古拉的融合魔王兽解放盾 以及欧布格东中的亡灵海怕杰盾 与杰盾家族的对线次数 达到了全系列最高的5次 这个称呼属于实至名归了 三 全都是致敬 诶 有人可能会问 阿泽你要说的不是新生代梗吗 为什么又要致敬 这就得追溯到致敬感的起源了 2017年正在播出的是杰德奥特曼 剧中出现了包括贝利亚 塞罗等等我们熟悉的任务 第三话 打工人塞罗种 塞罗为了拯救舍弃为人的伊赫里令人 用杰克同款的奥特附体 与其合二为一 附体过程和杰克第一集几乎完全一致 这场医学奇迹 被众多奥迷嘖嘖声赞 因为讨论热度不减 某位贴巴巴友 在香绣树铅笔画上 加上了正样一句吐槽 拳头是致敬 素描画中 香绣树十分威脉的白树这样 似笑非笑的生动表情 堪称奥杰蒙娜丽莎 因此该图才在粉丝之间广为流传 但凡剧中有致敬的地方 你的脑海里 就会自动出现熟悉的黑白素描画 五 孝子 此梗特指杰德奥特曼 杰德是贝利亚的儿子 但却走上了和贝利亚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导致他的父亲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 经常使用从光之国得到的心力量 对父亲进行物理尽效 但实际上 杰德只是希望贝利亚 从怨念与憎恨中得到解脱 决战时 他也表现出了对父亲的同情和理解 但就算雷布拉的新人与贝利亚分离 也没法制止他的行动 无奈之下 杰德才会选择释放光线大义灭亲 并和他做出最后的道别 现在甚至全M78都知道他把爹羊了的装剧 六 远古婚戒就是会社 这件事也得从杰德奥特曼收起 最终的外星人秘密搜查组织 AIB的两位特工 泽纳以及蒙亚 饰演泽纳的燕田荣静 就公开了两人结婚的消息 一年后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同样宣布结婚的 还有饰演加古拉的新柳尊哉 与身优汤显峰两人 汤显峰担任过桑德利亚斯怪兽娘 以及罗布奥特曼中人工智能达令的配音 经常参与各种奥特曼线下活动 两人一样是因为特赦结缘 因此远古才被调侃为婚戒就是会社 试问此时小路和宏感的心理依应面积 7 猎鹰一号 该梗出自罗布去赏满 凑家父子为了调查异样的昭阳 换下了迷彩套装 手拿大哥大互相称呼为猎鹰一号 并在看到昭阳和陌生男子疑似亲密结束时 喊出了最后的行动口令 于是只要有人对昭阳与想法 就会提起猎鹰一号这个梗 随着银格中赛洛一格里小走得越来越近 猎鹰一号的使用次数也多了起来 8 奥特喜讨 源于泽塔第三话中 如果说每个时代的奥特曼都会出一个生活高手 那我认为泽塔 就是新生代走过的扛把子之一 故事开局 盖链加过着硬币散落个地 正好被本作女二号杨子捡到 杨辉本想拿回杨子手中的硬币 却因为语言不通产生困扰 因此带上了奥特喜讨的名场面 暗示你们得做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 9 新生代巴尔坦 泽塔中 敌我双方的原创怪兽总共有七只 其中一个 就是新生代满门中列的巴罗萨情人 因为设定中 巴罗萨每次繁衍 都可以产下一千个卵 这个设定 让他瞬间成为新生代最强独流 光是泽塔TV中 就登场了三代不同的巴罗萨 加上特离加TV 还有舞台剧中的个体 目前也有五代 还剩9995只弟弟 在他场外去世代发 再过几年 巴罗萨要是想和 有着20多次登场记录的 小龙虾性人平起平坐 我觉得完全不在话下 十 超兽是没有通绝的 你看艾斯TV中的巴拉巴 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上算下跳多缓快啊 理论上 作为兵器的超兽 不应当有自我思维与痛绝 但实际表现 却以设定有所悲刺 所以阿泽最后得知的结论是 并不是超兽没有痛绝 是艾斯觉得超兽没有痛绝 十一 远古化妆师 这属于是近年来 老生长谈的问题了 尤其是每次新作的女主 公布定妆照的时候 很多人 就和他演员的日常照片做对比 少女变成阿姨 姐姐变成奶奶 小鲜肉变成猥琐大叔 因此粉丝们都坚信 远古的化妆师 和他的音乐制作一样 永远值得你信赖 当然 其中还有一部分 桃果化妆师摧摊的亮带亮女 更比如 有像泰家中饰演美丽花的 吉永亚游礼一样 直接在拍摄期间 使用自己的御用化妆师 因此剧中的颜值 几乎全程在线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非常喜欢 以上就是本期 新时代梗的全部饭店了 如果有什么遗漏的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补充 我是阿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